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有個16歲的男生在高處墮幣 沒有什麼內容資料 因為現在的報道 第一 未必會這麼快 第二 盡量去低調 以免互相傳染 其實你不需要去說 什麼藍絲 黃絲 什麼政府 一個城市 這麼富裕的城市 當然富裕的城市 反而會有多些情況出現 經常會有些學生 老人家我不說 其實今天有兩個老人家 我所看我知道 也是這樣 一個16歲的少年人會墮幣 據了解受到學業問題困擾 只是這件事 我就覺得這個社會 病得很重要 當然16歲的少年 賀爾蒙分泌 想法面對前途的不明 會有很多困擾 但是以前 現在少年 這樣的死亡 就不賣新聞 免費傳染 或者不是新聞 因為每天都有 以前我們 我成長的年代 有一個年輕人自殺 很大件事 正所謂 劉毅都尚且偷生 為什麼要自殺 我們是會這樣想的 你說你的社會病成怎樣 不要每天放負 你叫蔡若年多做些 公經文教 讓我們笑一下 你不放負 放什麼 你什麼事出得去 灰濛濛 真是死 好了 我見到 今天有報道說 誠哥 捐了一個創新儀器 給港大醫學院 我反而想說 整段文章的另一報道 除了第一句 香港大學 理家誠醫學院之外 他再沒有說過 李嘉誠醫學院,只是港大醫學院,港大醫學院 我想李嘉誠亦都不會這樣跟你支持 正其名人家給了錢,不知兩千萬,是多少 還是億億聲,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如果你要講的就是李嘉誠醫學院 就不是什麼港大醫學院 給了錢,你喜歡不喜歡得好 是不是現在的人要政治正確,要去財富化 我亦都不相信我們偉大祖國會看到這麼小 又是自己在這裡捉用神 捐到什麼呢,捐到亞洲第一部 突破性的醫療儀器叫做 Histochipsy Histochipsy 以造字來說,這個是歷史性的東西 Histochipsy Histochipsy 是什麼呢,採用組織碎化技術 在香港進行臨時試驗 最主要是為癌症特別 肝癌患者提供治療的選擇 肝癌治療還有選擇 而成哥竟然在發佈會上驚喜現身 不過都是用視像 都很好 九十多了 成哥 九十六歲 成哥 記者觀察視像入面 李嘉誠揮動雙手 保持撐眼笑容 狀態非常好 隔空和在場人事合照 港大醫學院院長 這就是李嘉誠醫學院院長 劉澤聲說 成哥經常說 要創夫先創新 每逢有新熱氣就會第一時間 想起李嘉誠醫學院 多謝基金會今次慷慨捐贈 加上多年來對學院的大力支持 包括去年資助三千萬港元 用於提升人工智能 在教育學的領域的應用 所以你們還不去學 今天我見到我們學完中班的網友 不斷擲一些相片動畫 配音出來 真的 我昨天沒有看 我看得看 蕭三給大家中國 我在中國也是一樣 其實我想完第一課 我理解了甚麼事 我沒有玩過 因為我太忙 但是我是深切肯定 當我了解這件事後 學不學AI呢? 就是未來很大部分人 我不敢說絕對 因為有些人可能叫你做雞 那你做雞 有甚麼幫助 學到一件事都沒有壞 不如你租個廣告也好 是AI幫助宣傳也好 我跟大家說 你不學 譬如同一個職位 在三年後 你就沒有做雞 你懂得AI就有做雞 講完了 同一個職位 我告訴你 醫生 律師 會計師 油務人員 五金普工人 懂AI和不懂AI 就是那個分野 而AI是不難的 最重要的是 你不要想著我要學甚麼電腦 你電腦不懂都可以 甚至乎 但是你不通過這個了解 多一點應用 我就學完之後 我沒有應用 但是那種變化 我告訴你 好啊 你讀三個博士學位 真的 好啊 你花一百幾十萬 你讀個Degree 都沒有用 學AI就搞得到 你不喜歡理論學 你去網上學 有人自學到的 有人自學到的 香港人比較麻煩 因為它鎖了你 你沒用 要不然你擦摸便會學到 好了 李嘉誠 他說 氣泡都可以醫癌 真是不可思議 醫療科技研究 創新和應用 不僅是賦予社會希望的關鍵 亦是經濟前景 多謝墨西根大學出城香港兩家醫學院 即是中大和李嘉誠醫學院 能夠通過這個治療儀器為香港肝癌者弟提供毛痛 高治癒率和更能夠負擔得起的治療選擇 很希望創新技術應用在更多的治療領域 在環節的喜訊之餘 更加可以減低醫療系統的衝擔 明天我會做這部機器 叫做Hithochips的用法 暫時我都不知道是甚麼來的 未有找到資料 李嘉誠基金會將會捐贈另外一部Hithochips的系統 給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 預計年底會送回香港 基金會也會捐贈多20個肝癌患者給兩間醫院 去接受這一項暫身的療法作臨床試驗 其實大家聽我的節目都知道 我對誠哥 我不能說是有好感 我真的佩服到五體頭地 很多事情 譬如你說考出豪奪的 其實我一點都覺得沒問題 可能我自己做生意 如果我有誠哥一本那麼厲害 一成那麼厲害 我也會考出豪奪的 但是那件事吵架完後 又馬上說 你還做孝子 別說我 你還做孝子 李嘉誠 好像張子剛也不知誰經過 你吵架他 是不是張子剛 好像玉孫那個 叫做張子剛 就是整隻狗的 他跑步 有型在上下你不道 吵你也不要跑步 跑步我們看一看 咦 那就是張子剛 然後你追究出來 吵你狼奪 他就吵架他 他就吵架他 他有沒有吵你 沒理你 走吧 吵架你倆 喂 你只是不要說那麼多話 不是說多少錢 有些人說 吵架那麼多錢 你捐夠幾百元那麼多餘 有沒有心去做 做不到 其實香港人真的很好笑 香港人很多時候 吵架地產馬拳 吵了李嘉誠很多年 吵架去追差價 又這樣那樣 但是 真是 吵架又臭 臭架又香 他在湊架之前 在八十年代 真的是華人之光 因為我經歷那個時代 哇 買和和 入主和和 吵架你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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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架你了 那時候叫做超 Superman 就是那時候開始的李超人 怎知道後來不斷被人吵架 他當然是不好受 我猜不到 從2014年開始 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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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 那句話 不要說我用2012年去投票 只是 網開面面對年輕人 就完全不同了 當然特區政府 我好像也說過 其實李嘉誠基金會 有些消息出來 他們真的收過特區政府的電話 是叫他們的基金會 不要什麼什麼 為甚麼呢 特區政府的樣子 你想想 你想想 你自己想不到 或者做不到 人家做 叫人不要做 為甚麼 阿姐不喜歡 多麼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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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 港大教授李雪清涉嫌詐騙大學租奧俊卿72萬 香港只申報住有一村 實質就住九套山 實質就住九套山 真是很浪狗 那你不如申報住九套山 就舔多些 應該九套山貴些 還是怎樣 我真的不知道 其實這些 今時就不同 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李雪清 我不知道他的政治立場是怎樣 我不向我方面想 但近年 對於這些這樣的案例 真的太多了 那你說他實質上 其實這個房屋津貼 是他那個受僱的條件來的 只要他真的住在那裡 你扭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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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 又或者 他甚至是租給另外一個人 好像你現在在九套山貴都不是他住的 是另外的人住 不過是布住那裡 這個 原來你實質就住九套山 其實就是騙了 是真的不誠實的 但是 問一問他 在我成長年來 這些基本上 每一個公職人員都差不多會這樣做 政府是已出之物 何必億了業主 不如叫全哥 還是誰買層樓組給他 這樣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有網友說 記得 李嘉誠帶你這間花家 擊死老婆 不是吧 哪有可能 他老婆死了幾歲 是啊 有些是這樣傳的 你不知道什麼事 是 他太太有抑鬱症 OK 是不是因為他玩女兒 還是怎樣 不知道 但是你說帶女兒 老實說 李嘉誠玩女兒也不奇怪 擊死老婆也不奇怪 但是李嘉誠 以他這個人 一定是不會惡咕 帶女兒回家 而且那時候其實是分屋住的 嗯 李嘉誠太太應該住 迪迪根德國 住哪裏 那樣 好了 好了 至於你說 喂 就算說你是真 一個人是很立體的 我都說了 一個人 他一定是有他的好優點和缺點的 嗯 就像性人 很立體的 一個人很多東西的 就好像 喂 有一個人是真正矮 真正矮 夠說他強姦 是吧 夠說他擦鞋 拍戲 打真軍 又要打真軍 又要打真軍 但是有人說他 喂 2014年捐了幾球出來 給那些年輕人 2019年 都捐了幾球 我收到風 喂 有沒有證據 沒有的 我聽人家說的 19年都有捐 對呀 19年都有捐 但是人是很立體的 所以你真是很難猜 是很難猜的 嗯 是吧 還有 有些事情 由開頭到尾 你又不知道的 是吧 喂 有些人真的做一些 很為國為民的事 是不是 犧牲自己 但是是否代表他 不要去玩 小妹舞城 又不是實行 我們偉大的國父 最喜歡的 喂 如果國父現在在這裏 大膜 你坐下連含家產 屌你了 喂 孫逸仙 屌你了 喂 喂 假使你是首例 現在這女兒在你裏 這麼熱 穿著背心屌你了 是白色的 你要怎樣 孫逸仙就不屌你 你找些付出 還要追求朋友的女兒 是呀 一張得到第二個 不是呀 不是呀 你追求朋友的女兒 真的不簡單 喂 今時今日來講 真是混蛋 是吧 喂 屌你了 喂 孫逸仙你這樣不行 你應該說 喂 圖子 請你 請你 守本分些 我們要繼續專心讀書 你不可以這樣 屌你了 是混蛋 立刻 我都說 我兒子這樣 我立刻拿兩百萬人 斬死你 算了 女兒都屌你了 我女兒都立刻踢你 踢你去春代行 走 我騙你了 圖子 麻煩你莊重點 這樣 神經病 他真是屌你了 另外這件事 講完這件事 先休息一會 有個心 這件事大家不要笑 這個深圳女人 叫阿芳 在網上 認識一個香港商人 自稱香港商人的叫阿東 阿東 阿芳 和阿東 兩個人感情升溫之後 阿東就以各種理由 陸續向阿芳 借錢 借近五皮的人民幣 結果 原來阿東 不但不是香港籍 原來港籍還是有 還有些少少抗金 還是無業郵民 借錢回去 全部都是日常花燒 最終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和儲罰金 另外責令他被害人的經濟損失 那我沒有錢就賠你了 有錢也不賠你咬我吃 大陸我不知道有多少這些 好了 阿芳年近六場 即是六十歲 先生過身很久了 2021年 在網上認識阿東 兩行商談甚歡 很快線下見面 其實我今天看到這段新聞 我發現這麼多孤直的女人 尤其是女人 最難捱就是寂寞 不過我在想 喂 喂 我經常見到那些酒樓部長 花花菲菲菲 我是不是真的可以正式想一當 我們日本有的鴨劍 我想一當 鴨劍 全部是五十歲以上的馬佬 然後呢 專門經過訓練之後 就不是派他們去騙人 我是開來用一個便宜的 五十歲 為何我要五十歲呢 他選擇工藏不多 我只是給低薪的 九千元月薪 拆帳 多於他的運動員 拆帳 我天天在屌尺別人 我當然是屌尺 自己都不能這樣拆 然後有拆帳 有拆帳 為何呢 我的收費是便宜的 例如這樣 百五元一個小時 不包飲料 飲料 飲料另外幾十元杯 我要是 普羅大眾 那些女人都可以玩得 中年好壓力 譬如你有四個姐姐 住胡蝶村的 過來玩 坐三個小時 其實三個小時 就是四百五元一個人 四個人 其實只不過是千八元 你買酒槌 二千多元 四個小時 是不是好 不能貴 二千多元 你不能夠說貴 那二千多元的 我除了酒槌 自己帶 一半一半 剛才說千八元一半 就是九百元 九百元有二百多元 是坐桌 有二百多元 一天二百多元 十天有二千多元 二十天有五千多元 這個是計死數 還未有牆袋 或是人性 這是萬六七元 你五十歲失業 或者是甚麼 或者是子女大 找些 為甚麼 找些閒事做 有些人來都不是五十歲 六十幾、七十幾 那些閒事 沒所謂 可白的 我告訴你 不要緊 是 百貨應百客 是吧 那當然 如果我另外 整條Line 就像以前 澳門那些 model 就是四十歲以下 三十歲以下 甚至26歲以下 那些手法當然不同 是吧 全部不涉及淫捨的東西 是 純粹 是陪你聊天 你自己發生甚麼事 你自己談 不關我的事 喂 那我可不去 諾國夫 他們每天上班九小時 你諾國夫 九個小時 一百五個小時 很便宜 九個小時 是吧 一千三百五 因為諾國夫 全程陪伴 我有Discount 新張期內 八八八 那你就出去和他 溫慶 那當然 我當然會有適當的培訓 對於這些 我真的覺得有得做 直接夾 喂 你直接 就是出培訓的片 他放在網上 真人騷 喂 不是啊 你直接 我實話跟大家說 你鬼鬼祟祟是沒有用的 各位道長的朋友 你有想過我 六六八九 到時那些客人可能有七七七 沒所謂 為甚麼呢 見識一下 你要做到 樂而不仁 去見識一下上來 喂 悶 這是一半的嘛 是吧 直播 糟糕你了 你鬼鬼祟祟 Word 洗得到多少 幾億都被騙的 香港匯豐那兩個都被騙了 怎麼操作 會對方的虛操作 試一下 又能摸 各位都正常 非得跟你鬼祟祟 不知道何少一張 那張照片 你看過 九無八 喂 八九無 八塊八 其實是要這樣說,所有的鴨,無論是高低肥瘦年紀也好,它一定有能力,因為我們有設計造型,會好些,怎樣看得好些,穿得好些,白貨白客,其實說真的,做這些,最重要的是肯聽他們說話,跟那些白貨說話。 我兒子又這樣說就聽,我兒子又這樣說就聽,適當時加兩句,其實我覺得你也算幸福,我這麼慘都覺得幸福,起碼你還有機會,現在坐在那裡跟我談判,不如說說我的故事給你聽,如果你感動他,你也好想多事情。 好,兩個人感情逐步升溫,我在網上,阿東就跟阿方介紹自己,他說我在香港打拼的光輝歲月,還展示了香港的身份證,阿方看看,咦,相片裡那條狼的樣子跟他挺像樣的,對阿東的說話更加深信不疑,老實說,第一,可以是挺像樣的,第二,喂,你們倆是,改圖都可以的, 他說,把那張身份證改了,阿東的樣子又可以,把apps改了阿東的樣子,和那張身份證刺又可以,任去搞的, 那,但是,那個沒多久,阿東開始跟阿方借錢,就說要請朋友吃飯,但是呢,因為他在香港人,他不會數碼支付,只是懂得卡, 剛剛來到深圳,又沒有帶銀行卡,就承諾過一段時間就還錢,這個道理呢,是遲養的, 但是陸續之後呢,他就要超市功課,請客,處理果源危機呀,購買化肥呀,出籃給伙計呀,陸陸續續續跟他借了五萬元, 但是一到還錢日呢,就失蹤,阿方一路之客就選擇報警,就揭發他,原來這個阿東,根本又不是叫阿東,是叫王的,也都不是香港人, 只不過是剛剛收到阿東的港籍身份證,發覺兩個人都幾次就乾脆假毛, 這麼傻,老實說,執取了身份證和你刺樣? 這樣吧,不知道吧,真是很難說的,其實真是很難說的,總之寂寞呢, 真是,好像我們之前有個網友,現在我不說,他都明知被人動,他都明知被人動, 他的兒子都知被人動,他都覺得很難受,因為在那段時間,你頭有感情,沒得談的, 好,休息一會,